玉立分局三名派出所在15号的晚间 接获台九线有一起交通事故 远警赶快到现场处理并且实施交通管制 眼尖的所长还看到一名富人在事故现场徘徊 上前提醒他说天黑了要注意安全 发现这个容貌和新城分局通报的失踪人口很相似 就上前询问他的身份 随后就把他带到派出所进一步查证 确定他的身份之后赶快通知家属把他给带回去 一日分局三名派出所3月15号晚间6点多 接获台九线有一起交通事故 三名派出所所长林一杰与警员立即到达现场 并且实施交通疏导 眼尖的所长看到一名富人在事故现场徘徊 上前提醒天黑注意安全 发现容貌与新城分局所通报的失踪人口极为相似 就上前询问身份 随即将他带去派出所进一步查证 确认身份之后立即通知家属前来带回 经了解该妇人是于3月13号18时 有新城住处离家后不知趋向 家人表示可能会搭乘火车南下返回三名娘家 且在当日下午家人也曾制定本所 是否请原请能够到其娘家查看有访家 但经原请多次查访均未发现 所幸最后在这一场车祸事故中能顺利协助家属巡回 派出所表示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相关路口的监视器 得知可能搭乘火车南下 另外林所长在执行网络巡逻也得知富人走失的消息 因此先前往未在三名的老家查看 虽然没有马上找到富人 不过最后在处理事故过程当中意外巡获 家属也不断感谢警方积极热心协助 而警方也不忘叮咛老妇人的家人 要尽量防止老妇独自外出 也可以申请科有联络资料的房走势爱心手电等等 以免再次迷途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